根據記載在摩爾門經 耶穌基督的另一部約書 裡面的真實事件而製作 齊愛自樂, 你不僅對人說謊 也對神說謊 祂知道你所有的想法 而祂的靈讓我們知道你的想法 我們知道你的計謀是要欺騙這幫人民 讓他們反對我們, 辱罵我們, 趕我們出去 凡是我告訴你, 都是告訴所有人 這就是仇敵設計的圈套 誘惑你們臣服於祂 讓祂可以用鎖鏈來將你們綁到永恆的毀滅 所有人要從死裡復活, 站在神面前 按自己的行為, 接受審判, 這是甚麼意思 有很多人已經知道 神的傲秘是神按照他們對祂的留意 和努力的程度而治癒的 而硬起心的人 只得到較少部分的話 值得他們對神的傲秘一無所知 然後他們就被魔鬼俘虜 因憑魔鬼的意思牽引走向滅亡 這就是地獄所念的意思 如果我們硬起心來反對神的話語 使我們心中沒有神的話語 那我們的境況 就會很可怕 到時候我們必定會被定罪 有一段時間, 赤了被世人悔改 所以今生就成為了受驗證的階段 是準備營建神的時期 亦是為我們所說的無盡階段 所準備的時期 這個階段是在死人復活之後的 如果不是從世界奠基那時 就已定好的救贖計劃 就不可能會有死人復活 但是救贖計劃已經已定好 而這個計劃 必定會促成我們所說的復活 神讓世人知道 救贖計劃之後就只介命給他們 希望他們不要作惡 他說, 如果你們悔改 不硬起心 我就會經由我的獨生子而憐憫你們 因此凡悔改不硬起心的人 都可以經由我的獨生子要求慈悲 而獲得罪的赦免 這些人就會進入我的安息 我希望你們會在神面前欠益自己 結出與悔改相稱的果子 使你們都可以進入安息 現在就是悔改的時候 因為救恩的日子近了 我發自內心最深處 希望你們聽我說 拋棄罪惡 不要拖延你們悔改的日子 希望你們在主面前欠益自己 呼求祂的聖名 不斷警醒、不斷討告 使你們不會受到 超過你們所能承受的試探 使你們能夠由神聖之靈帶領 變得謙卑、溫馴、信蟲 有耐心、充滿愛心、恆久忍耐 對主有信心 抱著將會獲得永生的希望 深入面時常懷著神的愛 使你們在末日得已被高舉 而進入祂的安息